民國八十六年屏東縣牡丹水庫完工後 牡丹水庫葉末區外左岸一百二十三公頃的五十二戶居民 從水庫完工蓄水後隔年 透過民意代表展開了長達十六年的陳情要求賠償 三月二十八日居民在雲南區水資局提出補償救濟方案中 對補償民國八十五年至民國九十四年 因為水庫興建蓄水導致該地區農民無出入道路 造成農民存益的受損給予了救濟 居民需要已經同意水資局的方案補償十年的救濟金 一公頃總計可以補償四十一點三萬元 不過居民補償之後 土地在淹沒區一百五十公尺外的居民 擔心土地無法使用 接下來他們的生活該怎麼辦 就沒有啦 也不能列入侵法 也不能申請砍法 那等於我們一張全盪事實變成白紙 怎麼沒有用 老百姓要生活啊 南區水資局強調雖然救濟金只補償十年 但是根據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實施要點 如果土地是在水庫淹沒區也就是集水區一百公尺以內的地主 每年還是可以申請一公頃一年兩萬元的淨法補償金 不過如果是在集水區一百五十公尺以外的地主就不符合資格無法申請淨法補償金 居民很無奈 如果如果今天的決議是算他的他的行政救濟是到九十五年的話九十六年以後他他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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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行政救濟的動作 因為牡丹水庫的興建 昨岸夜幕地區以農為生的地主無奈感慨 水源保育與回饋辦法在民國九十五年頒布 水資局根據農糧署在民國八十五年至九十四年間的全國芒果樹平均產量統計數據 算出牡丹香每公頃每年禁收益為四萬一千三百元 十年四十一萬三千元的救濟金 已經受不了這十六年來不斷的跟水資局協調奔波 居民最後只好妥協接受了水資局的提議 水庫淹沒了農田 居民現在只想趕緊到外地找工作 讓生活可以穩定下來 記者Rycoser 屏東牡丹採訪報導